台南市永康区中山南路日夜车水马龙 前每年发生数百件车祸市圈市第二大一车祸路段 晚间7点左右又有两辆机车追撞 其中一辆倒的后露出大量油料 往来人车发现纷纷闪避 永康警分局远警到场处理事件状 担心往来车辆因视线不清 压过油自路面后一打滑时控在肇市 通报辖区永康派出所协助处理 竟源于江洪 深思起立即找来木屑铺在油屋上 路面不再滑溜 围观民众笑称 这年头警察十万事通 除了抓坏人 处理交通事故 连环保局清洁队该做的事也都包下来做 深思起则表示 环保人力有限 距离又远 因辖区依照事路段多 派出所为预防万一 事先被有木屑包可森时取用 举手之牢又可防止 何乐不为 永康中山南路晚间机车 照事倒的路面满是油渍 远景赶紧拿木屑铺盖油屋 防止路过车辆打滑 记者周宗真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